第七届中美企业峰会已经开跑了 18号多位企业家从北京出发 23号将到洛杉矶举办投资影视房地产论坛以及开幕仪式 丰富的节目内容带你一块来看看 为了整合中美两国的资源帮助中小企业成长 从2009年开始非盈利组织中美企业峰会正式成立 不定期的举办专题讲座并且提供咨询服务 今年第七届的中美企业峰会 已经在4月18号开跑 满满的节目内容从北京出发 先到纽约 波士顿 4月23号到洛杉矶 九金山 5月1号踏上归城 他们特别在南加州举办记者会 向大家宣传这次的活动 我觉得今年最核心的就是我们中国大陆的企业家 有相当一部分的是带着资金到美国来准备进行收购股权 跨境的并购 这样的动机来参加中美企业峰会的 这个势头在以前六届中美企业峰会中从来没有 今年显得格外的突出 我觉得这些很多的现象 我们在洛杉矶其实也已经看到 我听说洛杉矶前十大酒店中好几个酒店已经变身为中资的酒店了 但是这远远不能体现当今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和合并 这个兼并包括各种形式合作的这种趋势 紧接着4月28号下周四在加州瑞物City将有第一届的硅谷创业节 邀请各领域的演讲嘉宾带来时下最夯企业的产业动态 今年在我们继续举办第七届中美企业峰会的前提下 我们又在湾区和两家当地的公司一起创办了首届硅谷创业节 这个创业节我们是让中方的资本来拥抱 在硅谷的各种创意和它的初创的团队 期待着在这种拥抱的过程中能够带动企业有多项的增长 我们的口号就是梦想改变世界 创业你我同行 中美企业峰会办到第七届 除了吸引各地的企业家踊跃参加之外 包含许多的民选官员也都共襄盛举 藉由相互的沟通了解 资讯交流 共创双赢 想了解更多中美企业峰会的讯息 请至网站查询 中网电视采访报道